生命也是我 诺你我的心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众生无边是远途 烦恼无尽是远短 法门无量是远选 佛道无上是远选 愿消散张住烦恼 无缘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张喜消除 世事长心菩萨达 世事长心菩萨达 不愿醉张喜消除 世事长心菩萨达 所以我师父陈哥说玄障法师之所以能够成就玄障法师是因为他准备了这么丰富 这么样的齐全 要用生命去印度取经 居然让他碰到一个老病比丘 他放下一切 先照顾他再说 连旁边的侍者都跑掉了 连护持他的国王都说 你不是要去印度取经 你管那个老人 你赶快去吧 玄障法师说 不行 这样我取经没有用 这是我的因缘 所以他留下来照顾他上个月 请问那位老病比丘是谁啊 观音菩萨 为了给玄障法师能够降服磨难 再到从我们中国到印度所有的磨难 传给他不日信经 放文的这个 让玄障法师能够突破各种的苦难 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说 因为我要修行 然后这边有一个苦我先放掉 我修行比较重要 所以大乘佛教是在帮助众生中间完成的 离开众生不可能成佛 佛教讲空不是离开这个世间 佛教讲空是融入于所有众生 融入他 但不执着他 所以你讲空 如果舍弃众生 离开悲心 你这个叫邪见 所以离开因果 离开悲心 在追求空性 那还不如不要修 因为那叫邪空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现在有家庭 有先生 有太太 有父母 有儿女 有亲戚朋友 有公司同事 你要在他们身上完成你的修行 要把事情做好 有一次我去一个女居是她家吃饭了 然后弄了 半天一出来 我们这几个法师都翻脸了 为什么 难吃 哪要这样招待我们 早知在外面吃完再来 她忙着修行 不搞这一套的 她老公说 对不起 我都自己煮了 她还煮个柠檬吃 不错了 因为她忙着修行 这个不是佛法 佛法三得六味可好吃了 供佛机身 你一定要弄最好吃的供佛 对不对 前面的花漂不漂亮 插花的人你不得了了 你要漂亮好几辈子了 你这个花不是拿一个 这是给佛教徒一个庄严 对不对 让诸佛菩萨欢喜 这个就是佛法 你不要说 对不起 这个我不会 不会也要看漂不漂亮 要会看 所以我常说 什么叫佛法 好吃就是佛法 这样了不了解啊 所以你拿东西给师父吃 最好自己先接触一下 第一个我不吃辣的 第二个我不吃辣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了解对方胃口啊 所以 因为什么 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他的好 念经 修行 你让你先生 你太太觉得 好棒哦 好棒哦 对不对 我老婆去修行一下 变一朵花了 又开始爱我了 变小鸟了 不是乌鸦了 因为他开始在修行 越修越美啊 老和尚装不装严啊 老才装严 世间上老都不好看 我又老和尚是宝 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很装严嘛 我的师父如希长老 真华长老 绝光长老 我被他们感动啊 五体投地 我没办法做到 做到他们这种悲心 我师父 只要跟我讲话 就牵着我的手 我的师父的手 没有骨头了 要兜率免手 没骨头了 你摸不到他的骨头了 他就牵着你的手 海桃啊 就是这样 你心就软了 所以 因为他是这样跟我说法的 他不是骂你 所以 对我来讲 我师父永远活在我心里 他跟我讲的每一句话 我没有忘掉半句话 没有忘掉 所以每一次我离开我师父的 说法的时候 他的声音就出来了 海桃啊 我就乖乖 师父你来了 因为他用爱让我们成长 因为大乘佛教的特色 包括我施工也是 海桃啊 听说你最近修秘宗啊 我说对啊 有吃肉吗 没有 有双修吗 没有没有 那没问题 要不要去急的时间 去啊 那继续修 修 你看多合理 其他老儿上来带我去 海桃法师你干嘛修秘宗 骂我老半天 好在你不是我施工 为什么 佛法是爱人的方法 他说我看你那个样子 也不是很坏 我看你修得也不错 所以别人都来跟我讲你坏话 说你修秘宗 我说那施工你对秘宗 秘宗也是佛法了 不要吃肉就好 好 因为教派没有高低啊 重点是悲心啊 所以 因为这老和尚 非常合理 那是有 我的师兄弟就不一样 跟我吃饭就离我远一点 这小子修不一样的 好 这小子 没有专心修行 杂修 因为我一下跑去缅甸 一下跑去泰国 我一下跑去泰国 一下跑不丹 你累不累啊 所以 那我说 这师父交代了 叫我们参学啊 各民族 各文化 各宗教都要了解啊 因为你不要看不起 所以我师父叫我去韩国住一阵子 而且住在一个韩国大和尚的家 问题是什么 他居然娶两个太太 我去才知道 我就有一点 师父干嘛叫我来 好 等我要离开的时候 我拜他拜三拜 我拜他拜三拜 为什么 第一个娶的是人家抛弃的 很可怜的 第二个娶的是一个有点残废的 所以他把他娶过来 娶过来以后照顾他们 而且韩国的和尚 潮溪中大部分都在山里面很少去度众神 但是这位法师虽然娶两个太太 他很努力的在影响老百姓 学佛 所以我师父去叫我去住两个礼拜回来 我也跟我师父拜三拜 我说师父 谢谢你 改变我毁谤佛法 因为我以前都会讲 那个不是出家人 那个吃肉 那个结婚 不是出家人 所以佛陀讲一句话 你不是他 你也不是佛陀 你不要批评他 因为你不了解他 如果你了解他 而且你又 完全懂了佛法 那你来告诉他还有道理 所以 为了现在不是度众神的时候 现在是了解众神的时候 接触众神的时候 等你圆满成佛了 有一个圆满的佛陀的智慧跟能力悲心 你才来说他对跟错可以 所以在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蛮聪明的 但是我发觉现在有很多人会讲一些 听得不舒服的话 那我希望各位不要说好不好 我师父做一个比喻 记下来 我师父说 地上如果有大便 要不要吃 Oh no 没有人要吃 你嘴巴背后讲别人缺点 那就在吃大便 很臭的 所以各位做妈妈的 千万不要跟女儿说 你爸爸对我多不好 千万不要说 就算你们俩离婚了 你要说感谢你爸爸 你要感谢他 所以不应该去讲负面的东西 为什么 全世界外面脏 还没关系 心里不要脏 嘴巴不要脏 所以不要去记别人的缺点 三好运动 问一下 老公好不好 好 不太大声 再问一次 老公好不好 好 老婆好不好 好 儿子好不好 好 老板好不好 国家好不好 好 中国一定强 因为好心 看什么都好 佛教的重点 万法自心显现 外面的世界 是你的心的反应而已 所以你心清净 世界就清净 你心不清净 你看到都是别人的缺点 如果你内心 有悲心 有空性 一只猫你都可以给它学很多 如何像猫这样没声音 这么专注 皮肤呢 毛这么干净 你要学它的优点 同情它的缺点 同情它的缺点 你不能说 我在念佛管你什么猫 猫现在在你面前 它就是你要念佛的对象 由这只猫念到所有的猫 由四只脚的动物变成牛羊 你要帮他们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希望他们得到离苦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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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 牵着他的手走路多快乐 但是你要是 是个假 意思是说不永恒 他会变化的 他没办法主宰的 他只是一个感觉 他的本体是虚幻的空性的 你要经常告诉你这个 不然你会抓着不放 就像一个女人去爱上一个男人 他就是抓着不放 他没有看到他很痛苦 看到他又要跟他吵架 这叫女人 你懂吗 因为他没办法控制 当一个人有感情的时候 他像精神病一样 他没办法控制 所以你要理解 但是智慧它就是 你看到真相 你很平静 智慧叫平静 什么叫智慧 你也叫接受一切 包容一切 心如虚空 熔入一切 所以空可以装下任何东西 空可以进入任何一个东西 所以讲空性 你就跟万事万物合在一起了 所以各位 哪一天你看到别人 你要说 你是哪里人 中国人 你讲错了 澳洲人 所以我师父说 修行要修到没有写行 人家看不出来 算你厉害 因为你没个性 人家猜不出你从哪里来的 你修到很融入于当地的一切 但是我们这个融入叫什么 来 南无 南无阿弥陀佛 修行要修行 修到你像阿弥陀佛 别人看到你 你好有气质 你好慈悲 你好自在 因为你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有一次在机场 有一位 他们 盖护照的 他会讲中文 好像缅甸 你哪一国的 我就问他 极乐国 他瞪我两眼 我瞪哪 我极乐国来的 就算我没从那边 我要从那边 我故意要跟他讲 然后 你跟他开玩笑 我是佛教徒 我念阿弥陀佛 当然我叫极乐国来 那是各位 各位哪里来的 极乐国 因为睡觉就要天天回家 到极乐世界 睡觉就要放下 睡觉不要把今天的烦恼 睡觉不要把背包背着睡觉 睡觉的人要把背包放下来 对不对 不要带着烦恼睡觉 今天我跟你吵架 明天睡醒我就忘了 这个叫修行 你不要说 我明天找你 哇你这个人多歹命啊 怀着恨睡觉啊 所以各位 我看我妈妈爱我大哥 就想要把他整个吞下去 这样 他爱我大哥 他不爱我爸爸 看到我大哥 就眼睛就张开 他看到我爸爸 就看地上 我不跟你讲话 因为大儿子永远都是妈妈的最爱 相不相信 真的哦 大女儿是爸爸的最爱的情人 所以大女儿要嫁了 爸爸会躲在后面哭哭哭哭哭 哭了十句话 因为有这个情跟爱 他才会来投胎知道吧 所以各位你要想清楚 投胎家庭 那是一种感情 感情就是一种束缚 所以我们叫出家 出离感情的束缚 出离金钱的束缚 不是叫你离婚啊 就是说 用不执着的爱 去爱对方 用慈悲接受去爱对方 好不好 这叫修行 你老公打麻将 你就负责在后面 那么恨 那么恨 然后又倒大杯咒茶 他保证赢钱 赢钱没关系 分一半 我帮你修功德 你不要在后面念念念念念 然后输钱回来 都是你 念头影响人 知道吗 你接受他 他就打得很稳 老公你去打 要赢钱啊 我先睡啊 我祝福你啊 我帮你念经啊 你老公那边打 我最伟大 你们都骗了 我老公 我老婆叫我出来打的 有老婆的加持 因为你对他好 他就觉得这没什么 你不对他好 他反正那个好玩 知道吧 这人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你越想要抓他 他越往外 你越接受他的一切 他觉得家里温暖 所以很多太太给我说 师父我没学佛没事啊 我一学佛 我老公现在很爱我 怎么办啊 我说你以前没学佛 天天骂他当然逃掉啊 现在你学佛了 你想出家了 他正爱你呢 那我说你要借这个机会 度他 唯摩折据是说的 抱我一下 得解脱 多抱我一下吧 所以你要这样观想 那我讲的这个历史是真的 因为他想要出家 我说你一直抱怨就出不了家 你欠他多少债 你就给他多少情 情还完了就没有了 自然就没有了 他就会放你去出家 或甚至老天会安排一个 蛮不错的女生先陪他 你要放得下 因为你发了这个好心 但是如果你回过头来不甘愿 那你就白念了 所以念一下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是一定的 欠债要还债 这个都是安排好的 但是如果你用一颗善心 命运的好坏决定在你的心态 你从现在开始不恨人 善良慈悲 后面好像都很顺 而我决定不恨 不抱怨 不报复 那这样事情就改变了 如果你存着 万一对方对不起我 我准备报复 不好的都在你后面 所以 使法界一心所造 就是说你成佛到净土 乃是下地狱 决定在你的心态 所以负面的心态不要有 现在他们喜欢讲正能量负能量 负面的心态不要有 生气 恨 抱怨 我们要存着一个善良 孝顺 报恩 慈悲 放下 包容 那各位要告诉自己 这个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了解吗 当你在念佛诵经 修仪轨 不管你念什么 这是一个正面的心量 有正面的心量 所以讲话 温柔 体贴 有智慧 有技巧 不要太直 讲话绕一圈 先赞叹他 他高兴 再说他哪里不好 要有技巧 当然了 如果对你的你师父 你就要跟你师父 师父讲 不要直接 师父你要要 我才会醒 这个叫入室弟子 所以各位 像我师父拜我师公 叫入室弟子 跟我师公要求 老和尚我32岁 看在同样是河南人的面上 你就收我做弟子 然后就交给我师公一个棍子 他说师父 你不要用讲了 你要啪才有用 我这个军人 因为我师公也是军人 我师父也是军人 所以我师公是在普多山做和尚被抓 被国民党抓来冲军的 结果等他醒来 已经在台湾了 因为把他抓到船上去 这就是他台湾的缘 不然我还没有我们这些子子孙孙 所以 但是我 我师父就是这样出家 所以各位 因为师徒之间就不用客气了 因为我们要解脱 但是对各位就不一样了 你看我讲话都温柔 就怕各位跑掉 一直看手表 看手表 差不多 时间到了 好 所以 希望明天各位再来 好不好 你不来我会很伤心 我这个人是重感情的 我每次上课 哎呀 那个怎么又没来 那个又跑掉 所以以前我开公司 有几个员工要离开 有几次我学佛了 他们要离开 跟我讲 离开 我这边哭 他跑掉 老板哭 他不敢辞职 因为我的想法是 多少钱我都给你 只要不要离开我 因为我这边有佛法 因为我在带人学佛 以前我在赚钱 现在你们都不用出去赚钱 只要我学佛 会守五戒 会吃树 我天天给你薪水 只要你学佛 用钱可以买 人家学佛 没有问题的 所以因为佛法是最圆满的 好 那现在要发给各位结缘品 问题 先把今天的结缘品 发给各位 一张是钥匙咒的 各位可以贴在手机上 好不好啊 手机后面有个圆圆的 把它贴下去 所有的咒 都可以达到 见急解脱 接触解脱的意思 所以往生者 你用咒放在他头顶 他就可以脱离上二道 而且钥匙咒 念一下 求长寿得长寿 求富贵得富贵 求官位得官位 求男女得男女 这要是钥匙咒 要是佛讲 而且可以得到解脱的心 不但身体不生病 心也不要生病 要是佛最大的愿 是希望我们跟他同行同愿 有一颗流离心 就是菩提心 所以各位就把它 你带着 什么叫咒 有一位缅甸有大神通的老法师 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 什么叫咒 把佛的力量放在身上 叫咒 所以各位 你的手上带着咒语 多跟人家握手 好不好啊 他等于他在跟佛握手 没事也要碰他 撞他一下 因为我身上带着咒 所以观音菩萨说 你身上带着六支大名咒 你每一个细胞都在 奥马里边面后 所以大家带在身上 还有两个 一个红的 一个黄的 念一下 大水球咒 这个水球就满众生怨 好吧 而且死亡者带这个咒 上品极乐世界 今天你带这个咒洗澡 这个水流在地上 所有恶鬼众生 碰到这个水 涌一上二岛 这大水球咒 这里面有六个咒 包括廉师心咒 度母咒 药师咒 另外还有红色的 另外还有一条 念一下 金刚神 这是三千七百八十位出家人共同念的 然后这一次我 我请求他们 因为帮我念好 那又打一个结 这个叫金刚结 晚上睡觉 怕不好睡的 待在身上睡 他就不会来压你 然后就叫鬼魔不清 但是 燕亲在主还是可以找你 因为你欠他债 并不是你出家了 吃素了 就没燕亲在主 而是说 这是你欠他的债 讲的是那些外债的 好 像过年一样发东西最好了 这边还有几个问题 赶快回答 明天各位如果有问题 写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要发给各位排位 排位有准备吗 今天各位带几张黄色排位回家好不好 写排位 回去问你妈 妈 你有没有堕胎 要问啊 堕胎要写 然后堕胎两个要写两个名字 如果你愿意 我们取的名字是三归一 智慧的智 比如说你的名字叫陈阿庙 你有两个可以叫智阿智庙 这样他就归一三宝了 让你的胎儿 那你说四个呢 那你加你老公的名字进来 五个呢 加你儿子的名字进来 那前面一个字是智慧的字 好不好 将你自己取 如果你再不安心 明天提早来 请法师帮各位取 好不好 三归一 第二个 祖先一定要超度 好不好 所以你姓陈 一定要写个 陈氏历代祖先 那你先生姓黄 或是你太太姓李 你要顺便写 黄氏历代祖先 七世父母 这是我们佛教徒每天 只要有参加功德 都会回想 孝顺父母 超度祖先 一定要做 你才会有福报 所以各位等一下可以把牌位 多带一些回去 好不好 写 你儿子也要写 你女儿也要写 你女儿最好写什么 情在在主 帮他超度一下 他不见得有 但是如果他万一有情在在主 你帮他写的超度 他就不会交错男朋友 了解吗 什么叫情在在主 明明A比B还好 你有情在在主 他就照你去找B 让你感情很痛苦 杀业在主 就要让你去开刀 明明A医生好 他叫你去找B 然后呢 就造成开刀不好的 如果各位明天要写牌位 五点半早一点来 好不好 写写写 堕胎一定要写 然后 往生的父母要写 如果你腰不好 你要写 附在腰上的 业力在主 要写一下 因为一般 有一些痛 第一个是业障 第二个是鬼神 第三个是自己的问题 就是四大不条 但是大部分都一定有业障 然后你有这个业 你起心动念 鬼神就负 那你就会痛 或是腰痛 或是膝盖痛 或是眼睛 这次佛陀讲了 生病的三个原因 念一下 业力 鬼神 四大不条 业力要忏悔 鬼神要超度 四大要调整 这意思 所以 如果你这两个不做 你去吃药看医生 事情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 你没有超度 好 来 大家专心听 第一个问题 如果发愿吃素 中间不小心破戒 该怎么办 继续吃 你不要找借口说 那我就吃肉酸 因为 不小心不是故意的 不是破戒 不是破戒 那就算你知道而吃了 那不过是一次而已 念一下佛号就可以忏悔了 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不吃 怎么忏悔 你念地藏菩萨可以 或是念 这就叫吹肉往生咒 把那个肉 让它去极乐世界 所以 带着咒也有这个好处 或是念药师咒 或是念 都可以 或是你直接念阿弥陀佛 重点是 各位太太请记住 你现在还没有吃素 甚至你必须煮肉 给你的先生吃 但是你要煮的时候 帮他念念佛号 咒语 至少把他超度了 好不好 这是对他的一种尊敬 慈悲 这样页比较小一点 但不要说 反正就不要念 至少念一下 再来 如果出现很大的违缘 违缘就是障碍 至于 连功课都不想做了 有什么方法改善这样的情况 首先我告诉你 修行不是功课 修行不是考试 修行不是压力 记住这句话 很多人把修行要做功课 我好像没做完 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不能得到第二步 第三步 第三步 这样你错误 这不是修行 修行是没有压力的状态 自在的状态 修行是要恢复平静的状态 不是功课 那当然 如果你的修行方法错误 你就会退转 很无聊 很无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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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自己会觉得压力很大 拜十万拜 要拜到什么时候 所以各位我想这个是错的 我常跟人家讲 如果你要修行 还不如跑去门口跟隔壁讲 你好 讲十万变快一点 去跟人家打招呼 去爱护别人 去照顾老人十万变 我觉得那很有意义 不要急 不要急 所以修行不应该会退转 修行是一种快乐 各位 下回我们坐船去温哥华 看那个什么 什么景 蓝光好不好 我心里想了就舒服 修行是一种快乐 不是一种压力 千万不要有这个感受 但是修行有违缘 有障碍 你要检讨 可能我动机有一点问题 可能我福报不够 福报不够 我们就要多一点的 用圆满的心 去做一点布施 布施不尽量花钱 布施水啊 对不对 一碗饭拿起来 像各位每天吃饭 一定要把那一碗饭 来 给我捏一下 每天每天都要做 当你饭拿起来 虽然你菜是荤的 然后这个饭 捏一下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护法善神 供养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供养六道众生 翁阿后 哇 那这个饭有功德了 因为你都供养 然后最好再拿七颗啊 去拿到窗户打开 布施一下 布施一下 那这样 你每天都在修福报 福报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要喝水也一样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三宝 护法善神 六道众生 滴几踢出去 自己再喝 而且佛陀说 一杯水观想供养佛 可以度八万四千个鬼神田 一杯水供养佛 可以等于念一百万遍发财咒 一百万遍消业障咒 光一杯水 这个不是福报的问题 是你的心态 所以 明天各位来参加 你最好带多一点水来 好不好啊 今天有发吗 等一下要 先发给各位 佛陀说 一杯水供佛 这一杯水变成极乐世界 八功德水 然后把这个水滴几踢出去 所有众生都消业障 这叫 着租业障 六道清凉 特别二轨道 而且各位希望把今天这一瓶水 做一点布施 为什么 回去在你家 附近门口把它倒光光 为什么 把我们的功德啊 乃是水洗诸佛菩萨的功德 布施给累劫累世父母祖先 也布施给附近的孤魂野鬼 功德很大 因为现在澳洲缺水 对不对 美国加州也正在火灾 为什么会有火灾你知道吗 人类的嗔恨心 引起鬼嗔恨 鬼嗔恨就吐火 然后就烧火 所以火灾是这样来的 所以各位 最近为了加州不要火灾 不要生气啊 多撒干露水啊 所以 那用一杯水就可以做很多的功德 编发 第二个问题 关于五界的解读 不同的法师有不同 有一些严格 有一些并没有那么严格 那么我守五界应该有什么为标准 五界的目的 最主要是告诉我们 不要伤害到其他的众生 佛教的修行以不伤害众生为基本 这个叫解脱道 进一步愿意帮助所有众生叫菩萨道 所以不杀生不偷盗 不谐疑不谐疑不喝酒 那至于严格跟不严格 我觉得 就算你这个人发愿 我不杀人 但是我还会杀蚂蚁 佛陀说 都还有对人类的功德 虽然不百分之一百 所以站在小乘佛教 他是为了修 修解脱道 他不想要成佛 他吃肉没关系 他认为 因为我 我也没伤害他 他死掉了 但是他没有要度动物的意思 但是我们大乘佛教为什么不吃肉 因为我们要度所有众生包括动物 所以如果你吃鸡肉就度不了鸡 千万不要怕犯戒而不持戒 记住这句话 宁可 在大乘佛教 有戒可犯才叫菩萨 代表你还有福报 如果我干脆就不要守戒 就不会没事 因为你不守戒 你犯了还是照业 但是你守戒了 你会提醒自己少犯一点 这样 所以站在菩萨界是可以忏悔了 明天传五戒好不好啊 传归一传五戒 最好传菩萨界 那你早上就要来了 菩萨界要讲解 这样好了 下回来末尔本半短期出家 高级班的 不用三点五十分起床 六点半才做早课 现在不这样不行了 因为 只是我觉得 各位能够短期出家七天 哪怕三天就好 哪怕一天八关灾戒 一天八关灾戒 做七世天人 做七世国王 一天八关灾戒 二十小节 不会堕落地狱轨道出生道 一天就好 所以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事实上中国人都出过家 只是你不知道 爸爸妈妈往生 披麻戴孝 就是出家的意思 所以叫披麻戴孝 因为你们有头发 所以就要叫你戴那个草帽 但是全身都不能穿皮 再穿草鞋 然后这样 守孝七天 就是出家七天的意思 因为这是在家人最高的福报 以这样最高的福报 来报父母恩 这叫什么 一子出家 九旋七祖进草神 何况出家七天 何况有人出家四十九天 就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最好每个月的 初一十五 你都守一下灾戒 就是为爸爸妈妈吃素 为祖先吃素 初一十五那一天 就是不要吃肉就好了 那一天不要骂人就好了 那一天做生意 要骗人的时候 明天再跟你说 为什么明天 今天我守八关灾戒 就是八条戒律 珠八戒有没有听过 调查一下 有受过八关灾戒的 举手 随习功德 你八关灾戒那一天 布施一块 等于一百万 这样 这个叫戒 所以各位很重要 你守五戒布施一块 跟没有守戒布施一块 功德完全不一样 你守了菩萨戒布施一块 等于别人要布施一亿人 了解吗 因为心态不一样 功德不一样 所以各位要争取守戒 好不好 八关灾戒 八关灾戒 明天跟各位讲 好了 你们可以在家里受 初一十五自己受 上班那一天也可以受 上班那一天怎么受 反正今天赚的钱 都拿去布施那就对了 今天所赚的钱 今天不要骂人 今天乖乖的把事情做好 对不对 保持正念 这个很重要 好 这边还有问题 时间快了 明天回答好不好 我这个很长 我每次看到长的 今天是很殊胜的日子 念一下 南无定光如来 南无定光如来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今天所有功德 念一下 九亿倍 今天是九亿倍 今天是初一 兰登佛的加持 再加上释迦摩尼佛的加持 所以 九亿倍 我忘了一件事 忘了布施食物给鬼道 我很少咳嗽的 那现在这盘食物 要布施给各位身上的动物 好不好 云青在主 剁胎胎儿 包括跟各位来的 包括跟我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跑了很多地方 所以老师说 当你宣布要法会的时候 众生比你还紧张 所以我在半年前就说要来澳洲 台湾的解割法师说 师父众生在机场等你了 因为这是我过去跟他们的缘分 所以我也相信 我这个人是真相信 所以我就会比较认真一点 所以来大家跟我念三个字 哦啊哄 以后麻烦念这三个字 哦啊哄 念这三个字 哦就代表所有东西干净了 啊就变成无量无边无量无边 哄它可以得到 水也好 米也好 灯也好 花也好 你都要念哦啊哄 比如说 你只供养一朵花 你念哦 这个花不是偷来了 而且干净的 啊 有多少佛就变多少花 哄呢 这个供花的功德 马上可以布施给众生 漂亮啊清净啊 包括在地狱里面 都变成年花净土 叫哄 哄 这三个字非常重要 哄就代表清净法身 毕如遮那佛的加持 啊代表阿弥陀佛的加持 哄代表不动佛的加持 然后总的来讲 哄啊哄叫三字种词 是诸佛菩萨的 身口意合起来的功德 叫欧阿弥陀佛 所以莲花生大事叫欧阿弥陀佛 佛玉陀佛玛 它是所有诸佛功德的种词 合在一起 叫莲花生大事 所以当你念欧阿弥陀佛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都转化为 无量无边 诸佛的加持 然后让众生吃到这个东西 他也欧阿弥陀佛了 他就身口意进化 而且他也得到了 这些清净无量的甘露 所以各位平常多念欧阿弥欧阿弥 好不好 今天晚上回去老公带电话 欧阿弥 你想什么 欧阿弥 又要拉背下来 所以有一位感情很能陌切 你跟他叫什么 他就欧阿弥 希望大家经常念这个三字种词 连呼吸都欧阿弥 念一下 欧阿弥 很重要 吸进来是佛的菩提心 阿是空性 欧是悲心 欧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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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都会开始念到你家去 欧阿弥 欧阿弥 而且你以后做什么都要念欧阿弥 好不好 所以这三个字种词所有佛陀的叫法是叫三字种词 所以放眼口啊上供啊下诗啊 都要念着欧阿弥 所以我们就欧班长阿弥欧阿弥 对不对 就是欧金刚火 就是金刚灯的意思 菩提灯 欧阿弥 所以每一个香花灯土果 前面有个欧 后面一定有个阿弥 中间你不会念咒没关系 你要供花就欧阿弥 供水 欧阿弥 水 这代表什么 上供诸佛 下诗六道 变满一切 欧阿弥 所以我们念七遍 为什么七 地狱道 恶鬼道 出生道 人道 天道 阿修罗道 包括你的父母祖先 都得到供养 愿情在主 这意思 当然在念的时候 诸佛菩萨都已经得到供养了 来 欧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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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食咒 那各位麻烦你观想 无量无边 整个世界所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变成最好吃的干露 而且他们吃的就解脱 而且他们吃的就解脱 所有的水都变成干露水 他们喝即解脱 所以跟我念一次 欧阿弥 那各位你负责观想 观想比念的人功德大 观想是一种相信 从墨尔本到整个澳洲 从澳洲到整个世界 从世界进入所有法界 充满干露 你观想就好了 而且你还特别想到非洲 你还特别想到哪里都可以 而且这么多人合起来 力量很大 所以我会念三遍 麻烦各位观想 来 再来 要布施干露水 那麻烦各位的 右手的倒数第二支 要点七滴 往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代表六道 后面代表你的 冤心在主 堕胎太鹅 你要每天对他布施 他就不会找你麻烦 很容易超度他 所以以后各位要拿水 就想点一点 你老公问你干嘛 点你也点一滴 因为就布施干露给他 所以你要点七滴 好 开始 跟我念一次 那么 solo boy 但他也对 大志他 on 如果女人希望六七十岁 那个皮肤还是很细 请你多念这个咒 因为这个咒叫妙色头 就是你会很漂亮 它是妙色神如来 因为那个二轨道 每一个都像火炭一样 烧得干干的 但是他得到这个甘露 他皮肤就恢复成婴儿的外表 所以叫妙色神如来妙色众 也叫甘露水真言 所以各位以后就开始练习吧 走到那里就滴一滴 我会念三遍 然后各位就观想好不好 观想 那麻烦你这一杯出去以后 记得 记得 慢慢滴 滴到你家外面 然后最后全部把它倒光 好 开始 它的手印事实上是这样而已 就是从你的每一根手指头 出现甘露 你要会观想 然后我们会加 这样布施 耶耶那就是他们充满一切 他们要衣服 要什么都得到 来 你每天最好用一个矿泉水的瓶盖也可以 然后一点点水加七颗米 好不好 如果你这个人很慈悲 再加一点面 加个花生 他们跪在那边给你磕头 越好吃越好 因为恶鬼道的寿命是一百七十万年 没得吃 没得喝 所以佛陀说 你把所有世界的佛像都变成黄金的 而且你做了几千年 黄金所有三宝寺庙都把它弄成黄金的 这么大的福报 还不如布施一点点东西给可怜的众生 所以慈悲的功德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 这一点 所以有人问我说 你们法师啊 这个好像汉传的法师比较有钱哦 藏传的比较穷 我说对 因为汉传法师每天都要做三遍 藏传的比较少做 藏传佛教比较重上贡 火贡 供养本尊 他比较少去直接布施给鬼 那我们汉人呢 福建人广东人很喜欢烧金银子 看谁烧得多 至少有一个善心 所以下室也很重要 善供也很重要 但是你没有善供至少要下室 但是你有善供却不下室 就不慈悲 不慈悲福报就不供 就这个意思吧 所以各位 我们把功德回向一下 好不好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酒品莲花为父母 酒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声 花开见佛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广生给红色的牌位 乃至你观想你家里的人 老人小孩家庭事业 乃至观想所有澳洲的人 乃至风调雨顺 由人 由阿修罗到天道 所有善道的众生 得到法会功德 来 王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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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消三丈诛烦恼 愿消三丈诛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愿得智慧真明了 谱愿罪上欺消俗 世事常行菩萨道 世事常行菩萨道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佛等于众生 佛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大家平安回家 明天再来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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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阿多得 赌 poll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等都会碰到这些问题 那老一辈的人都认为说 我们心好就好了 就可以面对很多的事情 但是呢 现今的社会上也是 都很多人会去求神问补啊 那乃至有的人会去参加法会啦 参加这个消灾啦 超度等等 那么在处理这方面 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请问夏师傅 您的看法是 我们应该要 怎么样子的来处理这些事情 其实参加法会 去参加消灾祈福 或者说超度祖先 其实都是一个方便 我们真正的 在方面 在社会上遇到什么问题 不顺遂 其实改变心态就好 改变心态之后 然后懂得用佛陀的方法 去相信因果 累积福报 然后在参加法会的时候要多听法 而不是说只有做仪式 仪式像我们诵经啊 然后呢 练咒啊 其实这样的方法是比较不方便改变自己心态的 当下没办法随时马上改变的 因为这个持咒方法是可以消除业障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改变世俗的遇到的种种问题 还是要多听法 从问题点找到自己的缺点 然后去消除这个过去的错误的方法 错误的那个习气 习气 那这个习气消除掉之后 你自然就不会再跟众生结二元嘛 所以一般讲说先相信因果 从因果的角度 然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们分得很清楚 所以佛讲说 学习善法 你才不会跟众生结二元 有一句话说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那懂得慈悲喜舍的人 这个人呢 当下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慈悲喜舍就是关心不到的数量心 慈无量 悲无量 喜无量 舍无量 那倒过来呢 一般人讲说先舍 当你懂得舍 那你知足 心态知 学习知足 你就不会向外求 一般人讲说会痛苦 不顺遂 就是因为求了太多 我要把神当作摇钱树 我希望神帮他赚更多的钱 这是不可能的 要一步一脚印 老人叫做一步一脚印 不用求 但是你要方法要对 目标要对 不断的去谦卑 然后学习 然后有一个忏悔心 忏悔心 很多地方都做不好了 我们要懂得忏悔 然后跟这些比较有名望的 这些人家有很多的这些学问的 你要去跟他学这些学问 然后不断的提升自己 所以每天反省 哪里做不好 去学习这些善知识的优点 然后把他们的优点放在我们身上 不用再消灾祈福 也能够增加自己的各种呼报 也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去求神问谱 问完之后 神已经教他怎么做了 但是他回去一点改变都没有 那问的时候还是白问 当然有跟这个善神结了一点缘 因为去那边懂得布施嘛 所以刚才讲 喜悲喜舍 第一个舍 最后那个舍先做 但是还是有一点不报了 所以还是一样 先找回自己的问题点 不要向外求 那问题点找到之后 所以为什么说 过去的这些善知识 叫你说要反省 每天回来之后 先反省今天 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哪有哪些做不好 那我们就从这边去消除掉 我们负面的 然后每天再从这个缺点里面改正过来 每天开始去一样做这些善业 然后也不断的跟众生结善缘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那送亲也不是不对 送亲确实可以消灾严寿 祈福 不用靠神 靠自己 因为要懂得定课 但也不要把定课定的太多 定的太死 每个人的时间不一样 有人没时间念个心经也好 念个阿弥陀佛 念个观西菩萨也好 因为每个佛号都有无量不便的功德 所以这是不用花钱最好的方法 所以希望大家也用这些善业的功德 或是说学习每天定课 像出家人早晚定课 来消除世间的灾难 为终身祈福 这样的功德就很大 如果你有空的话 一样去帮助父母 让父母高兴 那这些善业功德再回向你 看你发生什么问题 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这个地方 就好比在公司里面跟人家抵对 小人陷害 那你把这个功德回向对方 那相对的这个 淹业就可以消除掉化解掉 那相对的这个事情就可以一认而解 不用求神 这个都自己可以做得到了 所以尽量的看自己的缺点 不要看重生的缺点 然后慢慢的慢慢改正 用最快的方式改正都更好 所以大家去努力 不要一直往外求求神 帮你解决问题 要求自己去学习善事式的优点 改变自己这样就好了 阿弥陀佛 即可新发生的朋友 分中文字幕后 阿弥陀佛 学生的可能性 有时间不及 没有 experien准备 提前ID 之前是计划同时的 识舆内 都有时间 但是能够闭上 丁阳换 要得真是 再导致 更快的 有时间 在这件事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